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3日 这是今天第四场诸报点评节目 给大家谈谈最新消息和评论 这几天可以看出美国现在急了,非常着急啊 我估计他可能他的情报系统得到消息 中共准备对台湾要动武 习近平啊,掩饰不住他的狂妄的野心 有人讲说习近平如果是财战的话肯定失败 失败习近平也可能要打呀 因为这个人你看这十年来 他做哪件事没失败 失败并不耽误他上试 他这人就是个特点 比较鲁莽难干 而且有地能 所以打台湾呢 要看国内目前这个形势 给我感觉似乎在躁动过来 怎么看出来 你看美国这一两天出台的政策一个接着一个 没有人比美国的情报系统更聪明 是吧,更灵敏 你看这是美国资金刚发表的篇文章 美国国防部星期二 3月12号讲的 他已经授权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通用原子防空系统公司 搞了一个合同 为台湾生产4架M7-9B 风中卫士无人机 总金额不超过2.5亿美元 这是相当大的动作 美国给他提供吸食武器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战争和过去的传统战就不一样了 都是综合 科技战 外国讲是科技战 电子战 信息战 等等 以前打仗你想50年代那时候抗美援潮 包括越战那时候那不都是这个这个陆军 对啊 现在看来不行了 大大的改变了啊 也就是看来随着科技方面领先 随着战就是了 就五角大楼宣布通用原子航空系统获得的合同 是台湾采购的项目 包括4架M7-9B风中卫士无人机 这是美国之音报道了啊 两座可被认证的地面控制战 备份和支持设备生产地点在加州博威 合同预计在27年8月11号才完成啊 故意到那时候可能黄楼菜也凉了 你习近平很可能就眼下就开干了 是吧 十一月是窗口接受 美国大选习近平现在急了 国王布海说呢 这是一次单一来源采购的结果 说涉及对台湾的对外拒售 为俄州莱特特森空军基地的空军寿命周期管理中心 是此项合同的管理 大概呀 这是一条消息 你再看 另一条消息也是这样 这就是什么呢 美国启动了对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 这今天台湾万维网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了不得 我记得以前 总共的官媒每天吹牛皮 只要美军的士兵出现在台湾就开打 你看现在什么动作 美国启动了与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 军事包括什么呢 要部队化 你看我一讲 马上就去追击一下 我再重新点一下才能出的这个消息 你可见他们对于我这个平台 现在开始越来越关注 因为本人说心里话 目前好多重大的事件 咱们的预估都是对的 这其中包括什么呢 部署美国陆军各种部队 你看人进部队了 也不是一两个人了 一个小团队啊 在台湾参与什么呢 持续进行的训练行动 是双方军事关系的狄成本业 这个意思 我们是去这个售后俗物的 卖了武器 交说明书的 手挖手交的 根据23年财政联助国防重权法的条款 美国军事顾问已开始常驻 金门与澎湖的两席指挥中心 你看中共那个什么海警船 绕绕绕绕在金门 金门 那都是瞎扯的 这敢上吗 你看上面有谁 美军在上的 是吧 你看在金门 是不是啊 刚才讲到了 这个金门和澎湖两席指挥中心呢 美国军事顾问一直在上面 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涉及于台湾精卫部队定期进行训练演习 这下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严肃训练台湾陆军使用黑色黄红 微型无人机 无人机现在在战场的绝对不可护去的角色 这是一款微型无人飞行载具 这下合同合作 延伸到密定操作指南和训练手册 中华民国陆军航空自占指挥部 他就依据这个手册 以人手一个手册交谈的 提议军售管道 直接从美国采购这款无人机 美国国防部呢 多个部署美国人员到台湾的框架 主要在什么呢 训练 军事训练 那陕卫立即有安置文官的规划 这就给中共一个台阶下巴 是吧 意思你不要打 你打的话我们就要去了 报告指出 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特总作战固定 连络所人员驻扎台湾 就不是一两个了 而且原言不断要去 并计划派出美国第一特总部群 第二营A连小组 一个连 一个连多少人 这些小组包括三名美国陆军的 绿白帽 就是贝蕾帽吧 这是人员 接服务着中华民国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两西侦察银 和高空特种群众类机 进行联合训练人员 担任什么呢 观察员 对于以往 净凡但非常住访问台湾训练的报告 不一样 就以前也有 来了就走了 几来几走 就像那个出租车一样 交通要到 既落既停 因为那不是了 常住 看你有没有找 是吧 所以现在 郎美啊 态度很强硬啊 我看 这个老拜登 比川普这样讲话 在围堵中共方面 更给力 支持台湾方面 更是强力 这篇文章指出 从去年开始 美国特种部队 联络中 一直在桃源市龙潭区 激励这些任务 就现在已经上水 在龙潭区啊 学调在台湾的 所有美国特种作战活动 你看看来 他部门还不少了 所有嘛 对不对 只是没讲具体人数 就是这样的安排 包括进度 临时驻扎台湾的 高价值设备 和训练资源 也就是说 他把那些设备 在那边放 特别值钱 是吧 就高素质 高价值 还有训练的资源 说台湾国王不回应 说国军与 有盟国家 维持航太训练交流 军业年度计划执行 汲取经验 提升国军的整体战略 对详情内容 没有 就详情内容 他们保卫 那么这个门上讲说 美国现在承诺 他们对台湾的 城市 就是 坚污 美国对特定行动 交流和训练 没有 但强调 在对抗 中国当时的威胁 是美国对 他们的 支持 以及台湾的防律 这个关系 是劳不可不 你看今天 这个片段文章 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晰了 而且他们这种 路在 想要注的地方 在这个文章 最后再强调了 包括金门 马祖 澎湖 和淡水 河汗 看着 评论人认为 这项计划 是美台军事关系的 李承贝 就从现在 是一个系列节奏 就李承贝 总统蔡英文 21年接受 美国私人采访时 主度承认 就以前的不承认 现在上次承认 蔡英文承认 40年来 将首次长途台湾 我记得看台湾 那个电视节目 还有一个 关键时刻里的介绍 就是那个蔡英文 身边后站的 是个老外 其实那就告诉 已经有武器上去了 当时台湾的国防部 不愿意对 具体细节发布评论 但强调 这些交流的目的 是增加台湾的训练 备战 制度性的能力 符合确保国家 区域安全的严重计划 就今天这两篇文章 写是什么 写是美国保卫的台湾 提前了 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在做什么 就证明他们 似乎得到情报了 是不是习近平 想要在520 听听赖秦德讲什么东西 是吧 赖秦德如果讲的 不太顺耳 可是不是就准备 建政机 我就该干了 因为这种可能性 就要看国内 有社会矛盾 累积到什么程度 统治不了了 只好这样 是不是啊 不过你从习近平抓海军 可以看着有什么迹象 今天海外的万维网 一篇文章介绍 强劲中共的动态 军事动态 说强国必然 必须强军 海军成为中共 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这就是介绍的情况 说是习近平提出什么 要统筹海上 军事动争 做准备 美国海军的官方 简报显示 中国大陆的造船厂的产能 超过两千三百二十万 就在全世界 现在中国这个造船业厉害 一个是我们大连造船厂 现在叫船部工程公司 一个是上海 这个江南造船厂 就这两个吧 说是美国海军产能的 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产能的就23年的2.5倍 看见没有 2.5倍 美国产能的2.5倍 美军同时评估到了35年 解放军的现役的舰艇数量将 将增加120艘 达到了475艘 这样下脚的往里下 其实没有用 就让铁的铺子这样就干掉了 就像浮在那个水面棺材板的一样 就让那豆腐炸工程 你就想像每一个项目都吃四 他不多人聚在上面 像一块大肉在粪坑里 那个那些区域都在上面咬 实在这个部队是最腐败的 是此外的 这篇文章介绍 根据港媒南华早报报道 大陆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 同时开工的新型核动力 核动力的航艇 你就是说他想塞过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虽然少 但是质量好 但是核动力就航母 中共开始访 但是你访啊 早了 你等建成这几年以后 恐怕等四航结束也在最起码的 十年八年 到那时候人家说心里话 自由世界已经获得胜利 从中共入权早就爬掉了 所以这篇文章细时看以后 我们可以看着习近平的确是 有这个迹象 但是他想把台湾拿起来 是那么简单的啊 你看今天这篇文章还介绍 说是关于这个海军的 就是12月去年4月 12月任命了这个国防部长 是海军 董军 也证明啊 习近平所思所想 也就是说陆军先放在一边啊 最主要就是海军 那海军是说 那不就要打台湾了 是不是啊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篇文章啊 现在这个 胡锡进今天挺活跃 一个是今天做了个好事 就是关于这个 呃 燕焦啊 大爆炸 第一次是站在这个媒体一脸的啊 你看这都是按照习近平的指令 在玩全数 要整个王正普借这个机会 是不是啊 先不去讲呢 老胡今天马上又抛出一篇文章啊 哎 这篇文章 他在丢人现眼了 竟然被这个 各物间谍就是方方 那说话 我们知道方方在川普那个时代是臭名掩扬 是吧 中共一个美女间谍 但是 他不承认这是间谍啊 看这篇文章 老胡站出来为他证明啊 他说 中国人很少有人知道方方这个人 但在美国 从美当作中国的客户 平常风口浪尽 川普骂民主党 不止一次喊出 就是方方的名字 说方方 他就介绍方方 你说老胡说心里话 这一看就上去交了他 说这就想给这方方 偶然揭示了和他同龄的美国民主党人 你怎么讲 他说这个方方在美国的时候 到了2015年 说美国的中央取贸局竟然去找他 要给他美国国籍 所以年薪一百万 一看就胡扯 你在美国是法治社会 不管任何人 你想加入美国籍 或者没有旅行 都在走程序 对不对 你就特殊人才 他有个特殊人才那个项目啊 一般来讲都是要有一个事件的 怎么可能就是你中情局去了 就给你给你一个身份 一看就是中国是司令 是吧 你在哪个国家 我跟你讲都赶不了中国 中国是什么 那领导人一起话 先 说给你赶住国门 就赶住国门 说给你抓起来抓起来 是吧 美国是什么 美国这个你要入籍的话也好 获得绿化也好 那不是个简单的事 对吧 你就申请难民 你的走程 觉得法庭都给你判 对不对 由难民的法官判 就像加拿大一样的 你加拿大哪有什么特殊情况 没有特殊情况啊 因为我当年来的时候呢 谁都知道 那个移民部部长 杰尼森康尼 特批的说你可以 还是那个特是什么 就是你不用回去 因为你持的是多次往返的 上午签证 对不对 因为你要回他抓你啊 就在这等身份 也等等了很久啊 也是一样啊 有什么特殊 没有任何特殊啊 咱们那个思维必须转变 这个老胡就是吓唬 有另外一百万 你说他有啥本事 美国给他一百万 这一看老胡子呢 忽略了 今天又开始忽略了 上午刚表扬了 他又骄傲了 其实上午表扬 他那个 他也是遵照这个 习办的指示 因为西平一看 两会结束了 是吧 不需要那么紧张了 因为西平就怕 两会老百姓投入这个会议 是要提前 推翻他 是吧 形成合理 然后你会散了 你分散了以后 有个急迫 他不在乎 闹点事啊 第二看到这个 卡巴乌萨一起 一起一起 像辛亥革命一样 这是等于武装暴动 对比 他受不了 害怕了 是吧 赶快 言论这个渠道 打开一个脱口 放个小溜 是不是 是不是啊 另外 王正普 在打击王正普 正好 眼珠灯 一直想找王正普 他擦没找到 是吧 你看那个刘洋 抓那么多贪官 那么多 为了整方政府 就现在 你看他终于盯住了 一看 这个机会挺好啊 过去年 三十一个省市 去这个 各种爆炸 有的事 你看他都不管啊 他一声不肯不肯 你看他现在 这么大的动静 老后出来 竟然记协 第一次为记者 这个说话 那以前你说 中国这记者 诗人 作家 就是评论员 一个一个出事 多少啊 都应言获罪 你看他们有一次 记者协会 站出来 就记者协会 也是一个什么 马屁镜 一个拍马屁的会 就非常有意思啊 老胡不肯表扬 一表扬 就骄傲了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条消息 其实他想着半天啊 你就是 川普回来以后 他对这个方法 也没好影响 老胡也别想 经过包装 换个马甲 再回来 是吧 孩子认识你 换个马甲 不能认识你 我们再来看看 那另一天文章 就关于美国制裁这个抖音 这个很好啊 看了以后 这个觉得是应该这样做啊 也就是美国这个 呃 发广报道的 他说尽管美国参议院呢 即将对 法案举行的表决结果仍未确定 但这是对 抖音平台的一些重大举措啊 而数日之前的抖音 是还没有受到威胁 他讲抖音呢 抖音现在 今天我看美国资议 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对吧 还在经过一些程序 因为美国办事 说心里话 是非常麻烦的 并不是像人们那么想象的 就像中共国系统一句话 是吧 你在美国 他是议会民主啊 他就讲美国的政务院 就是今天啊 以五百三百五十二票 对六十五票压倒线 就是证明大部分人 顺着这个历史潮流 是吧 要紧对中共进行 采取一些措施啊 说给中国的公司 直接跳动 给他半年时间的剥离啊 短 短视频应用 去抖音 否则面临美国的禁令 就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 跨党派这样一个 一个提案啊 就是迅速通过了 那么当然还要通过参议员啊 就我估计大概里都能通过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美国的老百姓普遍都认识到 它的危险性啊 就像微信一样 用事方便 那中共肯定要通过它来渗透 是吧 来收集信息 他的政治都决定的啊 所以今天这个是一次很大的事啊 这边文章介绍说是 政务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发了个声明 他说共产主义中国 是美国最大的地缘 这个的敌手 你看 已经很挑明了啊 别看老百姓的表面讲 是竞争 这就是敌对啊 正在利用技术 积极破坏美国的经济和安全 你刚才讲的方法 他不就是搞那些名堂 是吧 其实用色情拉拢人家的意愿 然后控制这个意愿 然后影响美国的政治啊 这个谁都看得出来 是不是狡辩也没有用 是吧 你这美国哪个FBI 敢承诺了 给他一百万 你也先把蓝蓝 让他马上加入美国 其实就老红毕业都 也念不上头 是不是啊 像抖音这样应用程序呢 使中国共产党 得以把有害内容 推送给年轻人 并从此恶意活动 比如收集美国人的位置 购买习惯 通讯录和敏感数据 他知道是国家的政治制度 在发了 他这个制度 不太定了 你比如说你建这个公司 动不动就有人敲门来了 敲碗 别人装两个人 一万多两个人来的 你哪里的 我们是安全局的 还有你这么一辆 我的天 你腿肚肚的钻金 所有的公司都得赶快 这个让他坐下来 是吧 好吃好喝的 招待着 然后就开始装枪做事 就开始问这个问那个 是吧 怎么样 王老板 听说经常去加拿大 你这会怎么样 给国家爱国 都要爱国 是不是啊 怎么样 别光赚了钱 这个把这个祖宗忘了 给国家干点事 行不行 哎 就拍这一套东西 是吧 有的老板挺轻易的说 哎呀 对不起 我这能力太差了 这个 你这个事太敏感了 我不行 我的能力不行 我很想为党和政府做贡献 是吧 有的会说 哄他 其实不愿意做 大部分人们有办 他整理啊 是吧 因为他否则挑你毛病 他会挑你毛病 你不是 比如说你是民营企业家 他那个什么 他岁数方面找你毛病 他能抓着你毛病太多 因为政府的权力太大 就领导人一球 是不是 你比如说 一个城市主管 这个就是国家安全 就是这个公安管 这个领域的司机吧 害的人去 是吧 农金就完蛋了 你你不上 你不上套 你不给他干 不能他整一下令 你想要这个付书 在这个城市里面 那工商 税务 城管 哪方都不能叫你 喝你 我说 实在不行 他找个人 找个监狱 释放的人 给你点把火 给你企业 仓库给你烧了 让你求政府 然后再不车 你的车出来 吃十辆车 拔辆车 偏偏找毛病 罚你 是吧 他有的是罚 他和美国不一样 美国是个法治社会 说心里话 就有个官员 你想打击报复别人 这个太难了 不用讲 这个国家 讲上大 你说心里话 你要想因此舞弊 说心里话 给谁 在一个罪 能整个 画个圈 在你这里 本能只能 把自己葬送来 人这个国家的法 太严了 说心里话 都就是司法独立 所以一般来讲 不能出现像中国那种情况 中国的情况 就当官真正是 看好哪一个企业老板 就让你被 安定机关洗服的话 他有一百个招 让你上套 你不上套都不行 是不是 怎么死都不知道 最后我跟你讲吧 是不是 在这方面 我就不给大家 一一列举了 你看还有片文章 这很有意思 你看表面看 觉得奇怪 前几天 大家都知道 非常影响力 在国内很大 就天涯社区 灌门 现在又复活了 你这个什么原因 你看他说 被誉为中文 最大中文网站 中文最大论坛的 天涯社区 从去年网站 停止访问以后 近日 因被申请破产事件 引发关注 他的申请破产事件 就是 中学院部 就是国家安全局 安全部 这些部门 经过研究 对他进行打压 就不让他搞了 但是现在怪了 因为他出来了 你看怎么有意思 你看他讲 说丹天涯社区 官方web的3月1号 发布公告了 这样采取引入战略投资 恢复广告 启动社交电商平台 这样的多种的方式 要筹集资金 在两个月内 也就在五一次前 恢复什么网站访问 又活了 七次回声了 你相信他就这样讲吗 他不是啊 因为两会结束了 是吧 两会结束了 习近平认为 这个都封了也不好 是吧 要封了 老百姓的言论 就因为他们走偏 你看 驾车撞人 是吧 这个电影把火那样爆炸 他一看 都和今天这个行事有关系 因为一看 这在调整调整 一个记者协会 老胡出来讲一讲 让记者采访 终于这个站到这个 这个李书里面一边 不站到王小红这一边了 是吧 你就可以看着这个很诡异 就是连接一起的 就他真走运 原本都查封了 找他的毛病 说他什么呢 说他这个战略投资 他让投资你就投资了 完了 恢复广告业务 广告经营 他不就领导一句话 他给你广告的营业执照 吊销就完了 是吧 广告业务 我是知道 就是一年审批一次 就像律师那个证一样 他就为了掐你脖子 你看那个 柱连那个记者站 你不论是中央级 他分三级 中央级 这个省一级 境外一级 像当年我们是境外一级 就大陆报 文贵报 香港上报 还有世界经济导报 就香港那几下 也是共产党的报 就是一级 然后就是中央 电视台 人民日报 新华社 驻 驻 第七级 然后还有四一级 省一级 你比如说 你在大连驻 你还有辽宁日报 大连分室 对吧 最几级 你要两个证件 一年审一次 一个是报道的证件 叫采访的证件 新人采访的证件 一年一次 再细化就记着证 采访一次 再审核一次 第二 广告经营 企业都有广告 广告业务员们 又有一个层次 他目的是什么 就乐住你的脖子 看你的表现 他这个 让他恢复广告业务 启动社交 电商平台 你看 就等给他 又复制起来 又不知道随 一句话 我认为很可能 就是习惯了 继续眼下的 错综复杂的形式 中共既然要灭亡 这个形态 一看 不行 如果把这个人嘴 完全封了以后 这人走偏 有可能继续哄他 哄他都不就垮台了 干脆 还露个缝儿算 给天涯社区恢复 又缓和过 像那个冬眠的水 又暖回来了 说 你看有意思 但谈及这一次的重启 天涯社区创始人 董事长 行明说 这是天涯官方 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自救 如果不成功 应该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他已经 上一次肯定跟他讲 趁你就惯了 就不可能再让你开了 他可能有些事 处理的都已经 没有什么原先精神准备了 他从前还得缓和缓和 比如说账号都销了 我不知道怎么整理 我认为还是这么变 大背景变了 他说近日 天涯社区因被申请破产事件 允许关注 是成都商报报道 该案呢 怎么破产呢 实际为一名员工20万元左右的欠息问题 法院呢 已经召开了听证交流会 行明说呢 这类事件可通过法律程序化解 你看他想领导批证的恢复了 他找理由 什么理由都有 对不对 他说在3月1号最新公告当中 天涯社区说呢 该案件是公司遇到资金困难后 面临的正常诉讼 并不会对重启构成实质的影响 其实他恢复了以后 他有官司也都一样 因为你要办一个企业 那么有员工 你不可能一个官司没有 都水明是纠纷 那就法院判了 该怎么判怎么办 是不是 那有些员工他走的时候 他觉得处理不公平 领导给他开除了 要欠心 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认为他这个 最主要还是什么上级的指示 那么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公告当中告诉你 天涯社区要恢复否 访问以后 将启用新的国际域名 原有个域名 新的国际 面向海外 主要面向海外 加强面向海外华人 中文网络社区服务 那习近平的野心是 还要渗透无害全世界 要推广习近平思想 是吧 治国理政思想 是吧 这些所谓的大外宣 让这个天涯社区变成什么呢 全球华人往上下园 因为现在说心里话 像这个天涯社区 这个1999年办到现在 这是很不容易 应该是有一定的假例的 那个关闭特别可惜 对不对 可能他终于想通了 说当时他的注册资本 是9300万 就注册资本没有用啊 都是借的 借完了企业 完了 打到账上 马上注册 注册完了 钱都走了 都没有走了 钱都是账 哪个不是 你看你去下去采访 经常的问问 后面那些老板 互相打电话 说那个我要注册 这个公司 你的钱给我用用吧 马上 我哪有钱 就是账上这2000万 你账2000万先 给我1000万用吧 我的一个星期 我就还给你 整天都是这些事 是吧 中国这个注册资本 都不可靠 他说用户 超过了1.3亿啊 确实 应该讲 他的公司 就这个网站 我过几年也上过 还是办得不错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动向 也就是习近平 统治手段 变得更狡猾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篇文章 这篇文章讲到什么呢 讲到了习近平 蔡奇 王小红 他们之间是有什么关系 这挺有趣的 他说是 王赫 发表的篇文章 讲到习近平 李强 蔡奇 王小红 因为 现在的权力 中共上层 就集中在几个人手里 几个校园人手里 那么 这篇文章就讲在 讲到李强 万一想要了捡东西 这个事 我估计挺重要的东西 我上场讲到了 万要捡东西 证明李强的人 多到少少的事 让他带点 就是这个草根阶层 这个特点 是吧 你包括我就这样 要掉了我就捡下来 有的时候先脏 你低太脏了 就把手洗一洗 就好一点 对不对 他这个去捡东西 确实是不通寻常 一般的可能 那服务员就来捡了 由于这个可能为了安保 习近平可能不让那些服务员 过来捡 因为你要捡 一般要离习近 接习近 害怕 是吧 一些人现在 每天是叫 惊弓之鸟 是不是 承接病啊 战战兢兢兢的 那么李强只好捡 他就讲了 后排的王小红在看 王小红注意到了 多多少少有点好 有点动作 而只有菜鸟 是什么呢 一动物都威逼顺目 表情冷漠 然后坐在李强 又给习近平阴沉着脸 就盯着那个东西 看李强是不是在东西 拿出炸弹来的那个样子 是不是 那是习惯性动作 就是习近平现在 最怕是别人就暗杀了 对不对 这里就讲到了说 这个 这幅照片呢 是点睛之笔 就看出他们之间 这几个人的关系 和习近平的第一个安排 是伴李强而坐的菜棋 就是菜棋像块石头石 这证明什么 他就根本就是不打理 这个李强 不给他当回事 二八手他看不上 他有矛盾 说是其实把这个李强 看得死死 王小红呢 则是第二个安排 坐在后排 作为监督者 侧应者 监控李强 也防止菜棋 就意思是 您用这些人都互相自己 也让他们互相牵制 这倒也是 这篇文章 接着就介绍了一下 王小红 蔡奇 李强的个人简历 这个我就不重复了 其实他这篇文章 最最核心内容 就是关于这一段 他讲到 习是个非常谨慎的人 不会轻易欺凌任何人 他不是一个谨慎的 他是一个多一的人 他谁都不加进 说如果一定程度上 要把自己的身家姓名 寄出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 你一定与其中铁的关系 说如果有这么的人 那就是王小 的确王小红以前和他的关系 确实够比较原始 比较铁 因为他是管公安的 他比习小四岁 90年习任市委书记 副州市委书记 93年 他就提拔王当了公安局副局长 他就讲 王这曾经给习看过女儿 这也是真的 王小红与蔡奇不同的是 医生都在公安局 他一直是盖公安这个事 这个事 有点像王立军这样 长得比较狗大 挺潇洒的 应该讲 长得是挺帅 这个习近平肯定是比较信任 他说职位不一定最显核 但一定是被习信任 这个信任就体验什么 什么呢 到地方工作 第一站就是河南省的副省长 前公安厅厅 两面就为了整李克强的 说哇李克强老子 李克强就挺防备 后来调回北京 北京市的公安局局长 然后部长 然后顶替了赵克志 就讲这件事 那么我个人认为 他现在就习近平 为什么疑心这么重 可能少年不一定这样 这么疑心这么重 那是因为干这十年 干了一地计谋 人们都有足够的理由 批评他 就是这个指责他 对吧 他如果干得很好啊 你政绩非常好 那就不用这样 他政不好 那自然而然 有些人就想把他换些 那有些人 把他换上来的这些人当中 包括元老新贵 也包括浙江新军 浙江新军和浦江新军 是吧 清华系的什么福建 都有一些人 对他对他不满 不满是什么 因为他干得不好 有些人就认 因为有些人都是党呗 你想就打 他们多多少少 你不能说他们一点党的刺猬 还是有 因为他毕竟是党员嘛 他可能觉得他在上面 其实当过事 尤其是李强 今天这个位置坏了以后 更会赶到他这个绊脚石了 对不对 因为李强抓经济 你想抓经济 就按照习近平 现在搞这套东西 经济抓好 说人根本抓不好 这两人他就不敢批评习近平 他一定非常烦 王教宏 那么蔡奇也一样 蔡奇也觉得李强挡了他的路 李强挡就是秀宗者 就是这两个维护 两个确定 就是这套东西 是吧 其实还有个人 应该谈一谈 就是关于那个冰雪降与 其实也一样啊 不管怎么样 反而认为啊 他这些关系 不管是进 还是输 这个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就是政治人物啊 这个没有永恒的友谊 只有永恒的利益 你看毛泽东和刘少奇 林彪当年 那不都是翻脸的吗 邓苗平和赵紫阳 胡耀方 那不一样吗 江泽民一样啊 更何况习近平这个本事 是吧 所以他现在这个和底下这些人之间呢 他肯定都不是完全相信 他也是底下这也不完全忠诚于他 不再看形势怎么变 那么下一步就是要打起仗来的话 你才社会裂变的时候 发动到事情 你才能看到谁真正忠诚于他 不过到那时候你筛选出 随忠诚就没有意义 你像张春桥 张春桥是可以讲命很大啊 你像斯林邦当中 张春桥活了最久 实际上啊 你就想 萨达姆 萨达姆这个时代 他都评价 就是这个张春桥 张春桥家属都不讲了 张春桥说 这个萨达姆为什么失败 就因为他 意思他这个 没有很好的学习 毛泽的语物啊 孙子兵法 毛泽的作战思想 才没好好学 也就是张春桥 对毛泽姆是最忠诚 对不对 但是已经晚了 毛泽姆一层腊肉了 也没有用了 对不对 以前毛泽活着 也不知道他谁忠诚的 要表面看 还不觉得张春桥是最忠诚 人家张春桥是 那真是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的 一个确立 一个维护 你看他 在这个法庭的制度 他坚振不屈 像刘虎兰一样 是吧 一事不肯 配合也不配合 你像江青 喊娘嗓了 是吧 那个王洪文就 拿着头了 和腰人脸 马上就顺钩留了 拒手投降 只有张春桥 真是毛坑里的 屎又臭的硬 管怎么讲 哥们就这么回答你 那对毛泽姆绝对忠诚 我刚讲的故事是真的 你们看了 张春桥家属 那种讲的 非常详细 一直最后 中央办公厅 派的女人 就睡在张春桥身边 他不放在上海 回到家里了 怎么给整了一套房子 还看着他 晚上直到张春桥 夜下最后有亲那个人 总算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了 下一步就党的给他灭了 因为什么 他陪张春桥身太久了 知道国家机密太多了 也得叫人灭口 这个党是黑帮 黑帮就把这些坏事 当成什么 党的机密 国家的机密 党的机密 国家机密 越多 这个党越坏 是不是 就像有一个 有那人神秘息息 整天隐私保护 特别那个什么 整天就在保护隐私 又怕这个怕 那证明他这些 很多事是不太想 不为人知的秘密 是不是 好 谢谢 再见